為在三峽老街旁 主寺福德正神的福安宮 守護三峽居民235年 而福安宮管委會主委 同時也是三峽裡的里長 黃宗祥說 廟名來自舊地名福安庄 福安宮在過去清朝時代 我們三峽是福安庄 我們國民政府過來的時候 再改為福安宮 重新建廟的時候 立廟的時間 十月二號 更熱鬧 還有我們的 修塔羅雄 我們過年時候修塔羅雄 那也很熱鬧 那前面的廣場都是人山人海 福安宮歷經八次整修 最後一次是在民國85年 由古籍修復學者李前朗 所規劃設計 廟體雖然不大 但是廟宇裝飾講究 廟生使用防蟲抗斧的黑檯木 古樸而莊嚴 採用日本生漆表現木紋 即佛教結晶技巧 刻畫圖紋 傳統工藝 雕刻華美 走到廟外 屋頂的瓦楞 採用陶瓷碗 剪裁拼貼 最讓人驚艷的地方 就是瓦楞上 膠紙陶的呈現 猶如神明降臨 守護三峽居民 而身為在地信仰中心 相由前不斷 廟方秉持取之社會 用之地方 積極善用民間大德 幫助弱勢族群 我們福安宮的宗旨是 我們土地公的指示 他要我們在三峽地方 大大小小事 都要全力的去參與 更重要是要關心一些 弱勢的家庭 要細心 要深入了解去幫忙他們 廟方表示福安宮是附近宮廟中 最先開始使用環保金爐 共同為保護地球 貢獻一份心力 且希望信徒賺寶寶 還設置了一顆超大金圓寶 且更有民間傳說 土地公婆會於2月2號 一同出巡老街 年年看顧我們三峽居民 記者劉安靜劉敏軒三峽報導 猜忍